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万迷早晨节目 今天的节目, 我想大家已经估计会说什么 因为我只是一般想说新早转会 昨天终于没说新早转会 但今天也不说不得了 昨晚发生了一些情况 很多朋友昨晚已经和大巴聊了一段时间 也谢谢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报料 关于我们的一些转会的消息 尤其是这一宗转会, 新早大家都很着紧 着紧的意思不一定是很想占新早 但也很紧张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今天我答应我昨晚有几位朋友跟我聊完 答应了, 今天和大家慢慢说究竟是什么 和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的转会去到什么情况 首先在这个新早转会上非常活跃的媒体 就是Independent 昨晚又出帖 Miguel Delany 就是这位Chief Football Writer 主片来的 他昨晚出了一文 就说 新早和曼联的个人条款 搞定了 5年合约 去到2025年 这些我相信就不是什么 因为之前也说了 那个个人条款 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就开始说了 有机会 转会费到迈缸了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叫做 多慕特 开始接受分期付款 就是说可能是 六千 他之前就说六千先 接着之后就会再 给那些 这个都不是新的资讯 但是 当昨晚出了这件事之后 或者之前 或者是同一时间 有几个不同的消息来源 都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这次的特别之处 第一 这个Ferbizio Romano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节目 一讲转会 就讲起他 他就出什么post 昨晚在Twitter 出了什么呢 他说曼联就跟 多慕特在谈谈新早 现在到了一个 advanced stage 再进一步的状态 曼联就希望用一些add-on 我见到很多媒体就说 用那个Buno法兰迪斯的伎俩 其实也是 这是很正常的转会伎俩 以及分期付款 暂时就未有结论 他说个人条款搞定了 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都的共识 差不多个个人条款 另外他就有什么 加多一句呢 他说新早正在等候 究竟两个球会 搞不搞得行 他就很想加入曼联 这个也是球会的决定 他就希望 多慕特 应该是希望 找到个提普 才会决定 卖走他 这一段 这一段 最好是Ferbizio 这一段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 新早 都是会 听到两间球会 最主要是听到 多慕特 是否觉得 可以才购买 他就不是 因为之前我说过 如果新早 去以决 一定要走 Ferbizio 就不应该这样 当然 我相信 Ferbizio 正在说现在 事实的 他知道的事情 因为如果 新早很想走 他就会跟 球会谈 跟多慕特谈 根据 Ferbizio 就未必去到 这个状态 即是他跟球会 都有办法谈 如果留下 新早都可以 Ferbizio Ferbizio 不够了 那就再来 德国媒体也加入 Cristian Voigt 这个媒体 他就说 多慕特 期望 或者预计 曼联 会给1200万欧罗的转会费 但是 就是分期的 也是 多慕特 可以的 但是 一定要8月10日之前 提交 搞定这件事 8月10日也不是新的 但是 上一段对话 最重要的是 多慕特会接受 分期付款 老实说 这个我自己觉得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 之前 多慕特很硬 想赚多些钱 可以理解的 但是 一直都没有提及分期付款 或者加付款 可不可以 很明显 老实说 谈到这里 最重要就是这里 究竟如何付款 可能曼联心里面都预计了 100-82m EUR 就很不得了 如何付款 是很重要的 因为 要处理FFP 亦都 我们的货币 自己心里有货币 亦都要平成 看过小 多慕特也明白到 一次过 一炮过 一亿就不可能 分期 就更好些 不要忘记 多慕特只要用多新造一年 因为明年只剩下一年弱 他肯定 拿到的转回货费 差不多肯定是没有一亿 不用想 所以 这个就是争取点 而Christian Falk Bine的主篇 亦都提出这一点 大家都听过我说 Bine跟德国的球队很熟 所以他说的 关于德国方面的球队 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观性 或者可以相信的情况 好了 刚才说过 Independent 在这个转回一直都说很多 Fabrizio Romano 他说的都比较可信 因为这个球评我挺喜欢看他 因为他曾经接受一些访问 或者他说自己工作 他说 我是跟很多人说了 很多时候不同的人都告诉我 同样的东西我才会报出来 他就不是亂报的 这个也挺是 所以他比较是一个 踏实一点的扣评 或者是转回专家 Christian Falk 就不用说了 他说德国的东西 多多少少有多成真的 中归了这几样东西之外 中中之中 就是什么呢 BBC都出post BBC都出post OK 不过 说真的 今次来说 我就要和大家说一说 亦都追开转回的朋友 也知道 BBC 就很少胡说 很多东西 他们都会比较核实得多了 或者比较上 他们都会有信心才说 那我们看看 Simon Stone的石哥 说什么 他说 多蒙特设计了8月10日的日期 希望可以转回 这个其实大家都 这个不是新闻 8月10日 不过BBC就有另一番意识 为什么8月10日呢 因为多蒙特开车 他们就想开车之前 搞定这件事 所以BBC都加入战团 即是说8月10日之前搞定 还有 未谈得成 但会分其付款 这两个重点 在BBC的报道里 这个重点 就和Christian Falk Felizio Romano 以及Indy 都不谋而合 所以 老实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就比较上有理由去相信 这件事就谈得不错 也去到一个 埋懒的部分 老实说 亦都因为 幸运或者不幸运 你和德国球会谈 他们就不太喜欢拖 大家都知道 德国的球会 很喜欢清清楚楚 大家都不要弄得很复杂 所以 这次来说 多蒙特就说 8月10日搞定 行不行就算 当然 这也是谈判伎俩之一 但我自己觉得 一定程度上是好事 不用拖拖拉拉 又拖到最尾 所以 我觉得 这宗转会来到这一刻 就是说究竟 曼联 是否真的 觉得 一亿 倒 的转会费 是愿意付的 分期付的 如果是的话 我认为这件事 差不多 谈得差不多 因为 如果曼联 都已经预算出一亿 的话 就要看 如何比较 多蒙特 我觉得 他 应该 我也是那句 一开始 6000至8000万磅 就跑不掉了 究竟 之后 一定 答应分期付 例如假设 6000万磅 一亿 第一亿 2000万磅 可能就是 分期付款 明年才付 或者怎么样 接着 可能有2000万磅 左右 就是那些 附加条件 例如 入了20球球 又或者 拿巴朗多 又拿多少 多蒙特 当然不需要 但上阵多少 入到多少球 或者 明年仍然有欧联 这些附加条件 多蒙特 我觉得是有机会 所以 现在很明显 这件事 已经如箭在然 因为以往 我这个题目 就是说 整天都给大家 一些无限72小时 就是整天都说 三日后 三日后有料到 三日又有料到 大家记不记得 这次简单很多 就是说 8月10日之前 一炮过 行不行 不行就算 那就不用 大家每三日 就在这儿 搞一轮 看看搞什么情况 今次来说 就应该 真的 给足六个时间 一次过 两个72小时 看看这件事 究竟成不成 暂时在这一刻 已经去到大合奏的情况 其实这件事 的而且 整个机会 是相当之大 不过 暂时我们的曼联球 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真是一亿 硬挖一亿 的话 就是欲罗 那 真是 真是贵了些 这个 我想是我们想的 OK 那怎么也好 真是有个好球员 帮到我们的 再入多几球球 什么都抵返 唯有这样想 多谢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